我们现在就连线韩国文化演研究者 陈庆德来分析鱿鱼游戏这部片 哈喽你好 陈庆德 你好 陈庆德 想问一下你还有游戏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有看 而且一口气看完 对啊 真的好看 有看过 就是总共9集嘛 对 大概9个小时 一天就把它追完了 真的还是蛮好看的 戏剧推荐给各位观众 你跟我讲完以后我就去追了 哈哈哈 为什么会这么红啊这部片 对 这部片其实在台湾引起 非常大的热烈讨论 我可以用两个方面 我主要是用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我们先 刚才那个昨天就有提到 这部片子在韩国非常热门嘛 首先啊 他要反映出所谓的韩国社会的状况 第一个我们在看到 刚才里面男主角叫李正宅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啃脑族 因为他就是拿着妈妈的什么 就纯款那个替款卡 然后就是去领钱然后去赛嘛 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 他里面有真实的反映出 韩国社会啃脑族的现象之外 第二个我们会看到 刚才那个水平主播 很喜欢的一个游戏叫什么 那个玻璃珠有没有 里面如果眼尖的观众可以看到 我觉得我最受不了的游戏 我觉得那时候看到 对啊 那个真的有没有里面是有脱北者 其实这个好像反映出韩国现况 没有脱北者好像来到 他们来到韩国的话 应该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其实并没有那么幸福 并没有没有 他们还是成为456个人其中的一个 为了生存为了奖金 他们是沦落到那边去嘛 第三个我们看到里面 就是很多是因为经营生意失败啊 或者欠下高利债的人 有没有到最后有沦落到这个游戏 所以他反映出韩国的一方面的 所谓的现实的状况 第二个角度我来说的话 我们刚才说这部片在韩国 得到非常多人喜欢 可在全世界有没有 刚才那个水平主播提到 八十几个国家有没有 86个国家都是非常喜欢这部游戏 基本上反映出人性 第一个 他里面的游戏总共6个对不对 大部分是童年游戏 这大部分是我们大部分的观众朋友 都可能玩过 比如说123木头人啊 这个很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 或者抓鬼游戏 或者是弹珠游戏 第二个的话 他反映出什么 人性 里面11个人 奖金就多 以1亿韩元的话 大概台币是285万 我们大概285万 这时候就问出一个人性啊 你为了生存 你愿意花多少钱 去出卖一个朋友 当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生存的人 可以得到456亿韩元 大概台币13亿左右 所以第三个 我是说他为什么全球 这么喜欢这部片子的原因 他还反映出一个 就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 所谓的经济的问题 我们现在被钱锁逼 每个人 我可以看到最近 网络上非常流行说 如果你要财富 财富自由不是要理财 不是要专业是干嘛 参加这所谓的 所以这基本上 不只是台湾全世界人 都有所呼应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两个角度来讲 反映出韩国社会现实 跟第二个它没有到人性 所以才引起这么大的探讨 好 在这个游戏爆红 全球爆红以下 其实引爆了很多很多的现象 而且碰堂啊 因为就是你知道 就是大家就是一直 连发那个碰堂的那个图 不知道那个 有有有有 那就是那有点类似我们 其实我们台湾的 对啊麦芽坛啊 就是台湾的麦芽坛 然后它上面也别说 听说那个碰堂组合啊 只有在韩国卖 然后虾皮好像已经卖到 爆翻掉了 然后现在呢 听说还有就是它一连串啊 就是引发了一大堆的现象 然后还有孔流 跟李正仔的翻外篇 真的然后变成生存剧 非常的热门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那个游戏有一则新闻 我们来进一下 那个新闻的部分 我已经死了 当儿时游戏 一二三木头人走掉燃血 当拔河便成你死我活的 殊死战 韩剧《鱿鱼游戏》 讲述456名在地狱朝鲜 身负巨债走投无路的鲁蛇 受邀参加神秘生存游戏 失败者丢性命 赢家却能拿到高达 456亿韩元的奖金 9月17日上架影音平台 短短10天 就登上全球排行榜 No.1 还是美加日韩台 14国地区榜首 其实过去类似题材不少 为何由于能掀起追剧狂潮 剧中游戏关卡简单粗暴 人人都可能胜出翻转人生 强烈的求生渴望 祭出人性真实黑暗面 不择手段各怀鬼胎 面前对你好 转身翻脸不认人 这样子也会安全 剧情影域现今 弱肉强食的社会 节奏明快紧凑 毫无冷场 加上巨资打造游戏场景 明亮缤纷的色彩 与残酷血腥形成强烈对比 冲击感官上线 由于游戏红什么 红的是自私的人性杯葛 记者综合报道